那现在我们现场的年轻朋友 你们就是直接把问题问给王冉 我的名字叫周凯 那么我呢就是回想一下 我以前走过的职场道路 我特别想为职场新人问一个问题 就是职场新人是否能够 就是说是否应该果断的跳槽 还是将就着现在的工作做下去 那么刚才王冉老师也说了 三年是一条线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如果说后来他发现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工作 那怎么办 什么时候适合他离开 他可能走到下一步的时候 就是他拿着他的简历到另一家公司 那另一家公司的HR肯定是非常关注 他在上一家公司待了有多久 做了有哪些工作 为什么离开 那么以上的这些问题呢 我想请王冉老师做一个 建议性的一个解答 谢谢 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 生活里你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 都是需要给自己一些时间 特别是当你还年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能不喜欢这份工作 不是因为说在这份工作里面 真正你不可能 自己走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 而是说因为你遇到了一点挫折 或者说人际关系上面有一些困难 有一些挑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要给自己一个承诺 生活里很多时候是关于给自己一个承诺 其实你做一份好的工作 不是为了你的父母 不是为了你的家人 也不是说为了你的老师 那么你是说我要为自己 给自己一个承诺 让自己说 这是这份工作 我要用我全部的努力 用我最大的心血来经营它 那么当然永远有可能 这其实跟感情一样 当你在一段感情当中的时候 你最好全力以赴 百分之百投入 那么也许两年以后 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对吧 你发现这个未必是一定最适合自己的 但是起码当你在里面的时候 特别是当你刚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是百分之百 其实我们看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自己公司的同事 走得快的发展的好的 和相对来说走得慢一点的人 很大程度上 不是他的先天的资质 更不是他的学历 这些东西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在你工作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 投入自己的心血 真正动脑子 就是用不用自己的脑子 用不用自己的头脑 这个是真正决定 谁能够在职业环境里面 走得快一点 是能够在职业环境里面脱颖而出 最核心的一个元素 也就是真情的付出了 另外享受过程 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还是这个 如果你把人生看成是说 我由刚才说的这些事组成的话 那么工作 起码在你的生活里面 至少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其实对于任何一个 想在世界上成功的人来说 他占的远远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相信 利芬这一段时间 这每天可能睡觉的时间 没有几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 所以他既然占了你的人生当中 那么大块的一段时间的话 那么当然你最好是享受它 能够学会享受这样的一份 不仅仅是工作 而是真正自己对自己的挑战 自己给自己的这个承诺 所以有些人是把工作当成工作 有些人是把工作当成工作 这两个工作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工作是说 朝九晚五打卡上班 第二个工作是一份长期的一份事业 是自己给自己的那个承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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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